来 喝喝 妈 你这个手一见脏啊 嘿嘿嘿 吃个饭 来 吃饭 嗯 嗯 鲜的好吃 嗯 妈 老公 我回来啦 媳妇回来啦 嗯 喂 女儿 过来做点吃饭 好 哎呀 妈 今天做的菜挺丰盛啊 还行吧 哎呀 你也不看是谁做的 那我开动了啊 拜拜 二媳妇 嗯 你等一下 怎么了妈 二媳妇 嗯 你也知道哈 你和小伙儿啊 刚结婚 嗯 需要你们吧 车贷啊 扫贷啊 是什么的 是贷款吧 你们也需要怀 是不是 嗯 妈呢 就想了一个办法 这以后啊 你们回家来吃饭 你们又要付钱 嗯 就和你们去饭店吃饭 嗯 一样 什么 来吧 嗯 这个呢 是嫁罐 你们看一下啊 哎 来 你们两个都 除一下 哎呦 哎呦 妈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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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仨菜 一百块钱啊 你怎么能这样了吗 你要这样的话 我们还不如出去吃呢 你这比外面还贵呢 哎呀 儿子 你出去吃 多不卫生啊 再说了 妈 咱的这个钱 为了谁啊 还不都是为了你们 还房贷车贷吗 哎呦 我这 我不想和你吵了嘛 行了 你们吃吧 我不吃了 哎 小花 小花 哎 你这孩子 威威啊 啊 你说妈说的对吧 呃 行行 妈 我是真饿了 我花钱 还不行吗 来来来 来 这一百块钱 哎呦 妈 你说 咱这个菜这么贵 对咱先不说了 胃不卫生也不说了 你说咱之间连最基础的信任 都没有了吗 你有必要验验这个钱的真假吗 哎呀 行了行了 你快吃吧 你不是刚才说饿了吗 快吃吧 别废话了 妈呢 还有点事 我就先出去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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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 嗯 你说咱妈这样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 哎呀 那过分 确实是挺过分的 那你说 咱俩能咋整啊 老公 你知不知道 我回家吃一次饭要一百块钱 我就下小饭馆 我也不用这么多钱啊 我买个泡面才四块钱呢 哎 好了好了好了啊 媳妇 那 咱妈这样做不也是为咱俩好吗 是不是 为咱俩能攒下点钱 以后啊 咱俩用到钱的地方多着呢 先忍忍吧 啊 那 那你打算怎么办啊 你 你那边还有钱吗 你还能回来吃几次饭 哎呀 你也不是不知道 媳妇 每个月我一发工资 你和妈先把我搜刮一遍 我这还有钱呢 我这上哪有钱去我 那老公 那咱今天晚上饭怎么办 嗯 没事媳妇 我那个到时候我和大伟他们说一声 那个今天晚上去他家吃 那还行 不过那明天呢 是得想个办法啊 哎 老公 我有个主意 你有什么办法 当然是好办法啦 我跟你说哈 从明天开始 家里 但凡是我买的东西 我也开始出租收费 这有啥意思啊 哎呀你想啊 那个洗衣机是我买的吧 用一次啊 五十 啊对 还有那个空调也是我买的 开一次啊 也五十块钱 对了 特别是电视啊 咱妈不是家爱看电视吗 啊收费 一次一百 嗯 还有车子 买车子的时候 一块是我付的收货 他要是用车子呢 每次收费 二百块钱的燃油费 不是 媳妇啊 你这是不是有点太狠了 哪里狠了 我跟你说啊 妈不是最想抱大孙子吗 她不掏出个几万块钱来 她就甭想 这还是你狠啊 行就这么着了啊 这罪毒不过富人心啊 二十分啊 来喝杯水 二十分啊 你看我们那个 这就取消了吧 我们家那个洗衣机啊 以后不用啊 就不用了 妈呀 可以用手洗衣服 那个空调嘛 也行 也不用开了 夏天啊 妈可以开窗 冬天呢 妈可以多穿几件衣服 至于这个电视嘛 不开就不开了 出门嘛 坐车 妈也能挤公交 可是 我这个大孙子 他不能等啊 儿媳妇 你看 妈以后啊 给你做好吃的 都不收费了 行不行 什么费我也不收了 你看行不行 儿媳妇 儿媳妇 我大善了 你这都不能等 你考虑考虑 行不行